说到腾格尔,女儿的离去成为了他一生的痛,虽然他创作的天堂让很多人喜欢,到如今也依旧是经典歌曲,但是对腾格尔来说自己当年女儿的去世,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,甚至让他沉迷喝酒,无心唱歌在那几年间,腾格尔不仅把自己的积蓄挥霍一空,而且还毁掉了自己的家庭,幸好后来的他及时清醒,不仅专心开始搞事业,而且尽量借酒,到如今虽然腾格尔年纪不小了,但是却依旧在娱乐圈发展啊。 而说起来,他之前的经历也是让人非常同情,腾格尔成名不算早,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,当年腾格尔的父母都是当地有名的歌手,而且腾格尔兄弟姐妹一共五个孩子,个个都有好嗓子,所以当年腾格尔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,从小就能歌善舞,后来也是报考了音乐学院,其实小时候的腾格尔算是十分调皮捣蛋的孩子了,从小不听话,得爱上课,还经常逃学,但是因为唱歌好,因为唱歌这个特长, 经常代表学校出去表演,所以被学校给推荐去进修,也是在后来进修的时候,腾格尔在音乐学校喜欢上了学习,之后的他便开始认真学习,跟之前混日子的状态很不一样,如果没有音乐,可能腾格尔真就会一直在生活中混下去, 但是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让他早早地醒过来,开始专心学习,开始认真生活,所以腾格尔成名很快,创作出来的歌曲屡次获奖,终于靠着天堂这个歌曲他彻底成名,而在感情上面,腾格尔之前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,遇到了自己的挚爱哈斯高娃,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高材生,这个美女作为当年内蒙古第一女演员,也是有不少追求者的, 但是当时的哈斯高娃却对腾格尔十分喜欢,两个人之间也是非常浪漫,曾经两人还是小学同学,这种缘分也是让两人的关系更清静了,两人很快结婚,但是又很快就离婚了,因为距离太远加上工作繁忙,两个人结婚的时间也没有很长,之后的腾格尔认识了舞蹈演员洪格尔朱拉,两个人这次细水长流,认识六年才结婚,但是结婚后很快两人就有了个女儿,当时的腾格尔都已经人到中年了,所以对自己的认识, 这个女儿也是非常喜欢,甚至还在女儿出生的时候,以女儿的名字,嘎吉尔创作出来了一首歌曲送给他,但是这个女儿体弱多病,在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,在女儿去世后,腾格尔十分痛苦,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孩子,腾格尔从小就对这个孩子十分的喜欢,所以才会在女儿去世后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,他在那段时间喝酒成瘾,甚至连家庭都难以为继,而当时腾格尔的小儿子才刚刚出生,也是正需要父亲的时候,但是腾格尔的小儿子, 腾格尔却很难从自己女儿的这个事情中走出来,当时的他不仅无心事业,连家庭都差点散了,当年因为女儿的去世,加上小儿子需要照顾,腾格尔的妻子也是十分不容易,幸好后来腾格尔及时醒悟,才没有犯下大错,一直到如今,事情都过去快十年了,腾格尔才慢慢地走出来,和家里人安心过起低调的生活。